各位網友大家好 在開始之前,如果未訂閱的朋友,歡迎免費訂閱、留言、like和share 最近開幕的小鈴鐺,讓新片可以馬上通知你,如果方便的話,鼎鼎按告 先來講講樓市消息 美聯物業首席分析師劉嘉輝指出 由於樓市向下2023年大多數發展商實行減價推盤的策略 一手樓定價比同區二手樓盤抗大 去年第三季新盤負日價擴大至7.4% 折讓幅度創至2005年有紀錄以來季度最大 去到去年第四季負日價的情況仍然持續 雖然折讓幅度稍微收窄至5.6% 仍然是創紀錄的第二季,並且連續六季出現負日價 他們的數據沒有提到究竟採樣是同區樓齡幾一年之內 正常應該與同區五年內的半新盤作比較 如果與十幾二十年樓齡比較,相信沒有機會出現負日價 過去十幾年新盤折讓出售並不常見 根據資料,2014年至2022年上半年,新盤平均日價大約6.3% 而在2014年至2021年平均每年一手成交量達16,200宗 但隨著息口上升,買家入市審慎,二手流價不斷下調 發展商也持續減價推盤,形成惡性循環 而去年全年計一手成交量只錄到10,500宗 交2021年16,400宗大跌36% 另外摩根士丹利今天發表報告,今年下半年起利率下調 應該有助於利息支出 但認為住宅市場需要按揭利率下調及市場情緒改善的支持 有關情況可能在今年不會發生 他們預料本港樓價全年將會跌一成,重返2018年水平 而去年年尾,他們預測今年樓市將會下跌5-10% 今次這份報告又再下調預測,他們預料美國減息需要更長時間 才可以為及本港樓市 由預期本港今年實際按揭利率將會維持在4厘左右 不利用戶及投資需求 截至去年第三季,本港住宅單位貨美糧增至2萬火 在20年來最高 也指出今年上半年香港銀行同業策息 即較去年同期高出100個基點 對負債及浮動利率比較高的公司不利 另外再有新盤項目出高涌都無效 發展商就索性批面價 就是內房碧桂園位於九龍城的單棟樓農壁 今日加推第三號架單提供30伙 發展商指出這批架單平均折10呎價$17,681 比起2020年5月1號架單及2號架單 截實平均赤價$24,520和$25,453 低了28%和31% 這批單位面積由213呎到414呎 扣除最高21%折扣之後 截實售價由379.9到782.1 這個項目都賣得很差 全數190伙 賣了接近兩年都賣了69伙 發展商在前年5月明顯是開錯價 賣得很辛苦 但就沒有打算修正 由得他將錯就錯 用佣金頂住 最高的佣金已經扯到30多% 但問題就出現了 第一 買家需要和Agent鬥志鬥力 究竟你比實多少 而第二就是發展商是逼桂園 如果買家真的以高日價買入 而等Agent來回佣 到時發展商拖數甚至反悔 或者大家利是倒閉 買家是完全一點保障都沒有 變相很多人就算喜歡都不夠膽薄 今次的做法算是撥亂反正 而口價是屬於市價 都希望他可以買到 說到這裏 真心要多謝胡雪樓市胡國威的勇敢 踢爆一眾發展商透過地產代理的高湧 進行類似的虛假交易 側到施永青一棟都沒有 搞到市場污煙瘴氣 可能發展商都有所警惕 另外最近有一件事 據聞宏安賣源黃大仙匯明第一輪 向各大地產代理公佈 佣金是1.8% 和市面上一般發展商第一輪發放2.5-3% 佣金不符 亦和宏安對上兩個項目的佣金有天淵之別 相信令很多地產代理失望 不過究竟這件事是否真呢 因為發展商除了佣金之外 可以透過其他名目獎領地產代理 例如跳巴獎金買家通常都不會知道 我自己認為一個中小型發展商 是不敢給1.8%代理佣金 如果真的這樣做 將來再有新盤推出 一定會被地產代理踢死 而上次信和海匯給1.7%代理佣金 那些代理是吵到拆天 最後發展商要加到2% 今次是不可能那麼靜的 另外早前撻訂最多的新盤 應該就是進環和惠南東岸 但剛剛過去的兩天 有嘉里和順志合作的黃竹坑站上蓋陽海 先後錄到5宗的撻訂 16日有兩伙分別是2A座23樓D 和2A座12樓A 面積921呎和955呎 兩間都在2021年9月分別以3,161萬3 和3,297萬賣出 但在16日宣布終止交易 買家將會各自損失10%的訂金 合共645萬 時間一日後 即昨日又公布多3宗塔大訂 單位分別是2A座28樓E 2B座8樓F 實用面積341呎和343呎同屬1房 以及1A座22樓C 面積524呎屬2房 都在2021年9月以1,168萬1,200 至1,890萬9千賣出 買家已簽了正式買賣合約 在昨日又公布終止交易 預計發展商將會活收5-10%的訂金 涉及銀碼由58萬至189萬 總額超過364萬 即這兩日加起來 家裡又活收過千萬的訂金 而另一單塔訂幹 就是星星地產委元朗乳侯9樓C 實用面積454呎屬2房 在去年3月以665萬賣出 最新顯示為終止交易 發展商將會收10%的訂金 即66萬5 另市場有消息 長江正在密羅緊股 準備推王竹坑站上蓋項目 他的預售留花同意書 在上一季已經批了 長江的賣樓方法 盡量不會有貨尾 那就大家自己想想 另外香港文言 發放最新一期特首和政府民望 調查在1月進行 由真實訪問員以隨機抽樣方式 進行電話訪問 1029名市民和過往方式保持一致性 今次結果集中分析電話調查部分 特首評分方面 李家超一月的評分是52.1 和上次的53分別不大 不過支持率由60%下降至54% 反對率由26%增加到33% 一來一回令支持 政值由34%跌至21% 政府表現方面 滿意率由48%跌至40% 不滿意率由33%升至42% 政值由16%跌至-3% 另外謝偉俊昨天在立法會提出書面質詢 向民政局提出市民有感小紅書致港質疑 他舉例國泰基組人員向內地乘客作出不尊重的言論 特首隨即高調回應指事件傷害香港和內地同胞感情 另外疑有內地旅客來香港期間受到不禮貌的對待 當局隨即鼓勵業界推廣禮貌活動 另外隨即煙花事件後 內地網民批評港府欠缺應急措施代搏旅客 特區政府由隨即舉行跨部門會議迅速回應 謝偉俊引述有市民反映內地居民言論 往往獲得香港特區政府高度重視 反觀本地不少市民持續意見 例如經濟低潮時 停工或政府代工強積金、退稅、撤納、減印花稅等意見 但遲遲未能得到官方同等重視和回應 他表示這樣做容易令市民產生厚恥薄皮 甚至乎小紅書治港的觀感 他問政府怎樣可以避免這種不必要的觀感 我相信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他的權力不是來自香港市民 是來自大陸給他的 所以大陸才是他的米飯班主 說到特區政府今次有企圖打壓香港人的文化資產 今次的對象是擁有32年歷史的香港舞台劇獎 根據戲劇協會透露 今屆香港舞台頒獎禮同時遭到政府藝法局和康民署封殺 其中藝法局竟然說上屆的頒獎禮內容損害局方聲譽而秋後算帳 決定扣減對上屆已經審批的資助 同時表明不資助今屆的頒獎禮劇協曾去信藝法局 要求解釋去年頒獎禮哪些內容出問題 但就得不到回應 據了解上屆頒獎禮分別邀請了鏗窗集的前編導 蔡玉玲、政治漫畫家專子 以及導演杜其鋒上台頒獎 但就不見他們有諷刺或批評當局的言論 同時劇協接獲康民署的口頭之回 表示未能為第32屆的頒獎禮提供或贊助場地 原來現在藝法局主席是投胎價的KOL霍啟剛 另外劇協透露經過內部仔細商討審慎考慮 決定堅持舉行第32屆香港舞台劇選舉及頒獎禮 以表揚過去一年表現出色的舞台從業員 但由於資源貴乏 舉辦形式肯定有所改變 詳情稍後公佈 有不少舞台劇迷在劇協的社交平台留言之前 說在酒樓擺幾位都要搞下去、撐下去 到底可不可以繼續搞下去呢? 我都不樂觀 有機會好像民主黨搞春明一樣 藝法局回應說去年6月第31屆頒獎禮舉行之後 局方收到不少意見 指內容和安排有不妥之處 經局方深入了解之後 認為有必要下調資助的決定 劇協外務秘書長、著名劇作家莊梅岩在社交平台回應 表示很多事只有系寧人才知道 建議大眾不妨一齊看看去年頒獎禮的錄影 在YouTube上還可以看到 同時強調劇協奉公首發、光明正大 沒什麼不可擺上桌面說 今天就講到這裡 如果未訂閱的朋友 歡迎免費訂閱、留言、like和share 最近開啟鈴鐺 方便畫的鼎鼎鼎 社交平台回应 未來 nin 二 五 五